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名考生照到店前 亲自主持 重新出题 重新考试 重新录取 这个案子明明白白的再入实测 似乎一切都铁证如山 然而我们仔细阅读史料就会发现 在铁证如山的背后还有不少值得怀疑的地方 这次著名的考场打假案 其实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那么北宋考场打假第一案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这背后又隐藏着赵光印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 上海商举院李强副教授 做客百家讲台 为您精彩讲述 大宗谜案值 北宋考场打假第一案 公元973年 也就是北宋的开榜六年 这一年的三月呢 本来是读书人的好日子 为什么 在北宋的时候 一般是三月是开榜的时间 那读书人呢 江湖业余十年灯 就盼着金榜提名了 可是这一年特别奇怪 读书人呢 这些考生啊 等啊 盼啊 这榜总是没开 为什么 出事 原来啊 这一次客举考试啊 出现了大丑闻 主考官迎私舞弊 那么皇帝呢 亲自主持公道 重新安排了一次考试 原来的考试成绩全部作废 那么这个这么盛名的皇帝是谁呢 那就是宋太祖赵矿印 这次客举考试舞弊案 实际上和赵矿印一次接待 录取考生的这样一个仪式有关 因为大家知道啊 这个考生啊 考中了 往往要去拜见一下皇帝 那这一年本来考试已经结束了 主考官录取了大概一共是十一个进士 二十八个住科 那什么叫住科呢 实际上大家知道 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 它最大的特点是分科 这里面分好多科目 其中最著名的那个科目是进士科 除了进士科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像明经啊 三传啊 三礼啊 等等这样一些科目 那进士科通常我们就称进士科 而把其他所有的那些科目称为住科 那在这些考试当中呢 进士是最难考的 也是最值钱的 不是有这么句话吗 叫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 就是说 这考生啊 他到三十岁的时候 考试科 考明经科 考中了 这在这个录取的考生里边 已经属于年纪大的了 可是如果这个进士 到五十岁的时候 考中了进士 在这个进士的录取考生里边 战士非常年轻的 所以进士比较难考 那么通常啊 这些录取的住科也好 进士也好 他们去拜见皇帝 这儿是一个理性的活动 不具备面试的性质 虽然从理论上来讲啊 这皇帝他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虽然你的成绩好 你考中了 可是这皇帝不点头 你这个黄金榜 还是发不出去 但实际上 皇帝很少使用自己的否决权 他通常 只是使用同意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旦 对这个主考官的 录取考生的情况 指手画脚 或者是埋怨哪个考生考的不好 往往是对主考官的智慧的一个质疑 这种情况如果出现 在这个封建时代呢 大家会认为啊 这个皇帝侵权 他侵夺了手下大臣的权力 这样做不好 所以 虽然皇帝呢 他拥有否决权 但是通常不使用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次赵匡印 接见这一共39个录取的考生啊 他突然之间火眼金睛 在大殿上发现其中有两个人 是滥鱼重塑的南国先生 一个是近视武基川 一个是考中注科的刘骏 那么这个武基川和刘骏 他认为啊 这两个人不行 应该被剔除出这个录取的队伍 本来嘛 一个主考官 他来负责这么多人的考试 也背不住 有老眼昏花的时候 有糊涂的时候 啊 录取了两个不该录取的人 这种事也有可能发生 但是呢 就在这不久 又发生另外一件事 使这个这个考场的案子 忠然间成了一个公共事件 一下子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那么这件事是什么事呢 根据李涛的续资质通鉴长篇 他是这样写的 会近视徐世连等 及登文谷 素方用情 取舍飞荡 上一位汉林学士卢多迅 多迅曰 婆一文 出了什么事呢 有人敲登文谷 登文谷啊 就是放在皇宫外面的一个大谷 如果民间有冤情 那么跑来咚咚咚敲几下 那皇帝听到之后啊 他要亲自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告了欲状了 所以这个时候突然有个近视 徐世连 那么他呢 来敲了登文谷 敲登文谷告什么状呢 他告这个主考官 是李方啊 说这个李方 他迎死舞弊 该录取谁 不录取谁 完全是他自己一手说了算 他自己肯定拿了私利拿了好处了 这样做是不对的 那么这里的这个近视 徐世连呢 他实际上并不是说他考中了近视 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一个落地的举子 落地的举子啊 他叫近视 那考中近视的人叫什么呢 他叫前近视 近视这个词啊 本来就是地方上把这个人才送到京城去参加考试 向京城 向皇帝 那么去进献一个啊 一个读书人 一个试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考中近视之后呢 通常是称前近视 表示我之前是一个近视 现在呢 我已经考中 所以这里提到的近视徐世连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名落孙山的考生 他来敲了灯温谷 来告状 告主考官 那么这个赵宽义呢 他不能听一面之词啊 他就问一问手下的大臣 当时有一个大臣 是汉林学士 叫卢多逊 他就问 这个 这一次考试听人说来告状 说这个李方啊 主考官 他有点营私舞弊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啊 那这个卢多逊怎么说啊 他说颇一问 我也听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消息 大概是没牌了 是这么回事 所以既有落地考生的这种告状 又有朝中大臣的这种证词 所以赵宽义呢 立刻采取了两个决策 第一 他就重新安排考试 然后呢 从这个落地的举子当中啊 选了195人来参加考试 再加上原来那些已经录取的考生 重考一次 记住啊 这种事在北宋历史上少有的 国家考试 你说作废成绩就作废 你说重新来就来一次 非常特别 影响很大 经过这次考试之后呢 赵宽义一共又录取了129人 原来那次考试录取了是39人 现在是129人 录取的人数是原来的三倍 录取的人数是多了 那么第二个措施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主考官 汉林学士李方 狠狠的打击 把他的汉林学士的名头 给他抹掉了 那么这两个措施一出 对这个当时的朝廷上下 影响非常大 赵光印凭借怎样一双慧眼 谈话间就揪出了两个 烂鱼冲术的考生 主考官李方是迎死舞弊 还是有人借机陷害 疑点重重 北宋考场 打假第一案 之前皇帝接见考中的考生 基本上都是走走过场 与客举考师本身并无实质性的联系 甚至连面试都算不上 但是在公元973年的这次借鉴活动中 赵光印是格外的重视 有两个倒霉的考生 竟然被皇帝三问两问 问得露出了马脚 尤其是当赵光印得知 其中一名考生 与主考官李方是同乡 更是愤怒不已 当朝就撤去这两名考生的功名 接着赵光印又追究主考官李方的责任 随后又亲自组织考生 重新考试 重新录取 然而细究下来 这个考上打假案 却是疑点重重 经不起推敲 什么疑点呢 首先 那两个考生 倒霉的考生 他到底犯了什么错 被赵光印看不上眼 把他们取消录取资格 史书上 有记录 也就是八个字 才智最漏 应对诗次 那么才智最漏是什么意思 才智这两个词 实际上这个词和智商没有关系 他比较关注的是表面的 外貌的 这样一些意思 表示本能等这样一些指标 和一个人的智慧能力 关系不大 当然 把才智这个词 再稍微扩展一下 他也可以指一个人的素质啊 品性啊 等这些指标 可是如果指一个人的内在的指标的话 他通常不是说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我们知道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你得经过很长时间和这个人了解了 和他熟悉了 你才知道这个人 他内心的品性如何 而当时赵宽映坐在金殿之上 下面接近40个考生啊 站在这里 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然看到其中两个人才智最漏 那么我想这更多的是指这两个人的外貌 大概看起来有点微微索索 或者看起来不是那么帅 让这个赵宽映心里很不爽 当然这个如果成立的话 按说他不应该由主考官来负责 主考官只管你的文化成绩 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个考生他到底长得怎么样 是不是讨人喜欢 这一点他不关注 那么接下来还有四个字呢 叫应对诗次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这个皇帝啊和这两个考生对话的时候 聊天说话的时候 这两个考生啊 打给他语无伦次 或者说了不得体的话 让皇帝不开心 我们也没有什么录音设备啊 不知道当时这两个倒霉的家伙 到底给皇帝说了什么 把皇帝给惹毛了 说什么要把他剔除出录取的队伍 这个真的没办法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啊 还不是特别讲究能说会道 孔子不说了吗 巧言令色 嫌疑人 君子啊 要什么乐于言而敏于行 说话 不要说得太动听 要干事干得利落 这才是好人 那么实际上这个标准呢 是古代的读书人一贯坚持的 不过赵宽应对这些考生要求他会说话 这也不过分 为什么呢 因为古代的这些考中的进士啊 他们加入了官僚队伍 他要干什么 要去亲民的 要直接去面对老百姓 古代的官员 他是行政啊 司法啊 都是一体的 他一定要整天去面对老百姓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你要是说话 说得不好 演讲能力差 长得又不好 那这个当官是不行的 所以科举考试还真的很关注一个人的外表 一个人的这个言语能力 那通常关注这一部分的能力啊 他不是由礼部来关注的 礼部是负责什么 他负责考试 只考文化成绩 那这个官员他的外形怎么样 他的这个表达能力怎么样 这是由礼部啊 礼部管干部的 管这官员的这个部来管理的 由他来负责 也就是说 如果这八个字啊 才智最漏 应对诗次 就算他是成立的 作为文化科的主考官李方 他也不该负多大的责任 所以说李方在这个事情上 他是真的是对他的这种打击有点过分了 这个责任真的不在他 那么第二个疑点是什么呢 不仅有这八个字 顶着两个学生的罪状 那还有落地的考生 他敲了那个灯文骨啊 这是什么意思 那敲了灯文骨 是不是就代表 李方一定是 因此舞弊了呢 那也未必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朝堂之上 皇帝触落了两个考生 对这个考试的结果不太满意 这种情形会很快的 在那个落地考生当中传播开来 很多名落孙山的考生 他觉得哎呀 这下机会来了 你看皇帝对这个主考官的录取结果不满意 那么我们赶紧也趁机敲敲灯文骨 我们明渊教区 说不定还会有机会再重新考一次 或者是再获得一些什么样的机会 所以他敲了灯文骨 这个事儿并不一定说明 李方就是因此舞弊 第二 那个赵皇帝不是还才咨询了 汉民学士卢多逊吗 卢多逊不是也提供了证言 证明李方有问题吗 但是历史的证据恰恰表明 卢多逊这个家伙 他和李方一贯的不和 他这次对李方的这种证言 完全是落井下石 他们之间不和 所以他的证言 其可信度是要大打折扣的 还有一点 根据我本人的调查 那在宋史当中 凡是出现了这个落地的考生也好 老百姓也好 敲了灯文骨 告了欲壮这种情况 多半都是有朝廷 这种朝堂斗争的这种政治背景 特别是徐世连这次敲了灯文骨 那么皇帝接见了他 他给皇帝全盘提出了 自己的这种科举考试的改革计划 这个改革计划 简直就是和赵匡胤心中想的一样 他通常一个落地的考生 不会有这么高的见识 而且我们到宋史来去看 如果他真的是这么一个能人 那么宋史来没有留下 其他关于这个人的记录 只说这个人敲了一次灯文骨 所以我认为有可能是徐世连 他是受了朝中的哪些人 这些李方的政敌也好 像卢多逊也好 受了他们的这种唆使 去做了这样一件事 那么除了这些疑点之外 最大的一个疑点是什么 这个赵匡胤不是重新考试了吗 不是重新要录取的一些考生吗 那么他这次录取 一共是录了36个进士 进士里边有36人 那么在这36人当中啊 其中第一名到十名 这十个人本来就是李方录取了 李方一共录取了11个进士 其中那个武基川被开除了 那么剩下的这十个呢 参加了第二次考试 参加第二次考试之后啊 他的这个名次一点都没变 而且也全部录取了 那剩下的那些啊 26个人是赵匡胤又录取了 不过是把这些人名 加在前十名的后面 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这个李方主持的这次考试啊 你要考场打假吗 没有多少假可打 也就是那两个人 然后呢 赵匡胤不过是借这次机会 扩大了一次啊 录取规模 皇恩浩荡 又多录取的一些人而已 所以这条证据更显示出 那赵匡胤实际上是罪翁之翼 不太久 说是考场打假 不过是借机又重新组织了一次考试 借机也把这个主考官李方 来打击一下 堂堂异国之军赵匡胤 为什么要借一次科举考试 打击主考官李方呢 他们军臣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过节呢 大宋一案之 北宋考场打假第一案 赵匡胤在位的时候 几乎每年都要举行科举考试 为什么他偏偏选在李方当主考官的时候 大张旗鼓的整顿考场纪律 把李方整得灰头土脸呢 难道赵匡胤要借科场打假案来公报私仇吗 堂堂一个开国皇帝 赵匡胤和汉林学士李方之间 到底有着怎样解不开的死结呢 实际上李方还真的是和宋太祖赵匡胤 之间有很深的过节 那是什么过节呢 原来啊 在这个陈桥兵变之前 赵匡胤不是在后洲王朝当官吗 李方也在后洲王朝当高官 赵匡胤是殿前司都殿殿 是个武官 那么这个李方呢 他在后洲时期就是个大才子 非常有名 他做的是汉林学士 那么后洲啊 他这个皇帝周世宗非常英武 是五代皇帝的第一名 可是这个人很不幸 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把一个好大的王朝 留给了他的六岁的小儿子 那在五代那个背景下 大家都是崇尚强权强力 不讲道义的 所以这个老皇帝一去世 小皇帝一上台 后洲王朝的这些大臣啊 都觉得 哎呀 这个后洲看来时候不长了 我们赶紧老早想办法吧 赶紧找一个利益代言人 去老早进行点政治投资吧 然后呢 哎 赵匡英恰巧他有实权 他本身也是皇亲国戚 后洲的皇亲国戚 而人缘又不错 所以很多人都去巴结这个赵匡英 但是李方不去 李方是大才子 他瞧不起这些五人啊 觉得这都是粗人 暴发户 我才不搭理呢 所以呢 赵匡英就从那个时候 就和李方的关系不好 那么公元960年2月3日 一大早 赵匡英发动了陈桥兵变 那么在当天就登基当上皇帝 在这个今天巨变的时候 后洲的这些大臣 他们是怎么表现的呢 他们是这样表现的 赵匡英一进城 这些宰相啊 大臣啊就赶紧的跑到赵匡英这里来跪拜 珊瑚广帝 请赵匡英登基 那赵匡英当然要推辞一下 但是呢 他们还是要请他登基 不仅如此 这些大臣很会玩花样 他们还赶紧到皇宫 去把这个小皇帝拉出来 让小皇帝当托儿 当托儿干什么呢 他要让小皇帝进行善让 把这皇位善让给赵匡英 好像赵匡英不是造反的 而是上一任皇帝啊 自动的 自觉的把皇位给你 这样一来 赵匡英就很有面子了 然后到了下午啊 几个小时之后 其他的文武大臣都赶来了 在这个金鸾殿上 开始参加这个善位仪式 小皇帝把皇位送给新的皇帝赵匡英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啊 大家马上要举行仪式了 突然发现少了一份东西 什么东西啊 善位赵书 这个小皇帝要把皇位让给别人 不是说你空口白牙 你说说我给你了 不是的 你要有合法的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善位赵书 可是大家都在忙里忙外的 几个小时之内 发生这么多变化 都在忙这些事情 恰恰把这个事给忘了 本来写一个善位赵书啊 这是汉林学士的责任 让他写也不难 关键是这马上就要开始举办仪式了 却没有这个赵书 这一下子赵皇爷就求了 正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汉林学士叫陶谷 不慌不忙的 从这个怀中取出一份赵书 说善位赵书已准备好了 原来这个陶谷啊 他早就有所准备 他不等着人家吩咐他 他就老早的把这个善位赵书写好 等着需要的时候拿出来 所以在这个陈桥兵变之后啊 这个后洲大臣表现的什么样 就是这个样子 而此时同位汉林学士的李方 他是怎么表现的呢 那么史料上说 独不朝三个字 就唯独他不去朝见这个新的开国皇帝赵书写 不朝 所以我们经常说呀 这个忠臣啊 奸臣啊 在和平时期忠臣奸臣你是分不出来的 就到了这种国家危及存亡之秋 中间马上就分辨出来了 那陶谷此时的人格 和同时汉林学士李方的人格相比 那相差是很远的 李方嘛 他虽然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可是呢 他比其他的后洲大臣都更具有男子气 那赵宽印要来做皇帝了 我要打吗 我打不过你 你有劲 你有兵 我要跑呢 我没地方跑啊 都是你的人 那怎么办 我不见你行吗 我躲下来 我不见你可以吧 他不见他 那赵宽印呢 这时候刚刚当上皇帝 志得意满 风头正进 高兴得不得了 开心得不得了 突然这么一个降书生 他就敢触他的眉头 赵宽印当然不开心了 他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书生给制一制 后来果然过了一段时间 赵宽印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把这个李方给贬吃了 贬到哪 贬到湖南稻州 当稻州司马 稻州 李开锋 那也是非常远的一个距离 是贬得非常边缘 那这个李方呢 他觉得你贬我就贬我吧 挺好啊 没事 那么根据宋人陈世道的后山谈从里 他是这样记载的 方步行日十数里 奸者中人问其顾 约须后命尔上文之招乘马 乃买驴而去 李方啊 他不是要从开封到稻州去上任吗 官小爷得去上任啊 那么人家上任啊 都是骑着马去 一个方面省力 另一个方面他也快啊 可是这个李方他偏不起马 他不仅不起马 他一天啊 悠悠荡荡的 一天走十来里地 这个速度就跟那个饭后散步差不多 哎一天十来里 这几千里的路呢 还不知道要走到好路面马越 哎 当时押送他到稻州去的 是个太监 这个太监受不了了 他说哎哟大哥啊 你帮帮忙好不好 你这么一个速度走法 我们哪一年能走到稻州啊 你能不能快一点啊 那李方说 不行 不能快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得罪了皇帝 皇帝虽然把我贬到稻州 他吃不顺 他说不定过一会儿他会想起来 还要把我贬到更远的 再来一个命令 或者再下一道命令把我杀了 也是有可能的 那时候你就不用跟着我走了 我就死在这儿了 那么这个太监一听 哦 确实是有理 因为这种情况 就是皇帝把一个官贬出去了 贬了过了一两天 感觉不对 还不解气 再下第二道命令 再贬 那么还不解气 再下第三道命令 杀了他 这种事 常有 那么太监就赶紧 把李方的这个思想情况 汇报给赵宽英 赵宽英一听 哎呀 这个算舒适 我才不和你一般见识呢 我才不会杀你呢 哎 你赶紧发道命令给他 让他买马 快点 紧凑着点 到稻州去 然后新的命令来了 来了呢 这个李方啊 他从开始就没瞧得上赵宽英 虽然赵宽英现在当了皇帝了 他心里还是瞧不起他 你让我买马 我就买马 我偏不买 我买驴 然后呢 他就买了一头小驴 骑着这个小驴 呲呲呲呲 上了道州去 上任了 到了道州之后呢 一直在地方上 在边缘地区干了八九年 对一个前朝的汉林学士来说 这个处理方式是太严厉了 后来啊 这个宋朝的宰相叫赵普啊 也是个开国功臣 哎呀 他觉得实在耗不下去了 再耗下去 这人都老了 你可大宋王朝刚刚建立之初 正是用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哪能让这个人才浪费啊 他不靠了 他就给皇帝说 哎呀你干脆别和他计较 让这个理方 哎呀 回到京城来认知 那么赵宽英呢 他实际心胸还是比较开阔的 他就同意了这个赵普的这个建议 那么谁知道啊 李方不领情 那么史说这个后山谭从里怎么说的呢 他说 方武辞行至长安一级六十日 中始促之 行至洛阳又一级三十日 而后行 据说李方接到了朝廷的 让他回京城啊认知的命令 他不去 他拒绝了好意 不去之后他辞 在古代啊 辞这个皇帝的任命啊 很有讲究 一般的人啊 这个小官皇帝让你干嘛 你麻溜点干嘛 没有辞的这种权利 但是如果是个有身份的人啊 德高望重 那么皇帝让你做什么事情 你不能答应 出于礼貌 哎 你要回绝一下 皇帝呢在出于礼貌 再请一下 他在出于礼貌 再回绝一下 通常 哎 回绝几次 与这个官员 他的这个地位有关 一般也就一两次 如果是个很著名的官员啊 很有力量的官员 那么 三次 到顶了 皇帝 请你三次去做官 你回绝三次 这已经是天大的面子 那么 面子斩足 在皇帝让你去 你就去了 可是礼貌是五次啊 看来这个礼貌是真的不想见赵匡音的 可是五次也到底了 你在此也不好 所以礼貌 哎 他就去 本来赵匡音 觉得礼貌 经过在外面八九年 这个打磨 是不是圆化一点了 是不是开始听话了 也不听话 没想到 边本加厉 他这次从外地回京城 那个速度比七毛驴还要慢 好不容易走到这个长安 他说病了 哎呀 不舒服不走了 休息了两个月 好不容易走到洛阳 离开封已经不远了 哎呀 又病了 又不走了 又休息了一个月 哎 这段路程光休息就三个月 简直是蜗牛般的速度 啊 也可把那个赵匡音气坏 不过呢 礼方终于回到京城 赵匡音呢 还是对他唯一重任 可是心里气是不顺啊 这个人依然没改他的臭脾气 书生脾气没改 那么就让这个礼方做了汉林学士 然后呢 就是这一次让他主持了开保六年的课题考试 做了金国四年俘虏的秦桧 回到南宋后就大肆卖国 并制造了爱国名家岳飞被杀的千古冤案 那么秦桧究竟是不是金国派来的奸细 秦桧叛变之谜 赵匡音虽然抓住这次考场打假案的机会 彻底打击了汉林学士李方身上那股高傲的文人心 不过赵匡音毕竟是一代开国之君 深谋远虑 智慧超群 他不可能仅仅为了打击一个看不惯的文人 就小肚鸡城的兴起一场大案 甚至不惜重新安排考试 那么赵匡音考场打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场打假案对中国的科举史又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呢 实际上这次考场打假案 重点还真的不在立方 重点是什么 赵匡音重新组织考试 他自己当考官 大家也知道 这科举考试从隋唐以来啊 他有他的独特的一套体系 那这个主考官呢 一般来说他叫做主 然后考上的这些考生啊 就叫这个做主的门生 做主和门生之间啊 他会在这个当时啊 形成一种特殊的利益群体 这种利益群体的存在啊 对政治稳定没有好处 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挑战了皇权 那赵匡音当了皇帝之后呢 他采用杯酒士兵权 把这些大将的兵权捞回来了 他又采用文官做支州 采用转运使等这样一些措施 把地方上的财权也捞回来了 但是就有一个权他没捞回来 就是这个人才选拔权 这个权力没捞回来 让这个赵匡音心里很不爽 正好借助理方主考这次考试的机会 借一次考场打假案 赵匡音顺势就把这个权力拿回来 以后再要录取考生 最后一次最关键的考试 我皇帝要当主考官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电视制度 在大殿上考试 最后这一次考试 皇帝当主考官 从赵匡音之后 那么中国的科举考试 他就定型为三级考试 乡试 省试 电视 最重要的是三级考试 成为一个固定的考试模式 在中国科举史上运行了大概近千年 那么我们知道三级考试 还有个说法 连中三元 如果你在乡试里面第一名 在省试里又第一名 最后又考上状元 这就叫连中三元 然后考试 科举考试的这些人 他从赵匡音这次考试之后 他就可以自豪的宣称自己是什么 天子门生 本来是做主的门生 是主考官的门生 而且容易和主考官形成一个小利益群体 可是现在他们是皇帝的门生 那和皇帝形成利益群体 没问题 皇帝正想这样干 所以说这个科举考试 这个改革 对当时的古代的这种政治稳定 减少朝廷之上的种种内耗 可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了赵匡音也采用了一石二鸟的方法 借机嘛 也把这个李方 还可以打击一下 也打击了后洲的一些已老门的 他这种嚣张气焰 所以李方呢 李方本来是针针铁骨 灵敏风节 是一个能拿得起放得下 是一个值得大家尊敬的 这样一个读书人的典型 可是呢 没想到啊 没想到 对其个赵匡音 以考场迎私舞弊的罪名 给打得灰头土脸 所以说李方在这次考场打假案中 他可以说很大的程度 他是冤枉的 不过呢 他虽然是冤枉的 他却做了中国考试史上的 发展的一块 垫脚石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这个李方到底是幸运的 还是不幸的 还真的好好的思考一下 这一堂讲座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